椰蛋佳節即將到來 那麼歐美家中常見的椰蛋樹 環保問題成為焦點 丹美一向四年的實驗計畫 預計培育出新品種的椰蛋樹 既能夠適應溫暖的氣候 壽命比較長 還能夠對蟲害展現出 比較強的抵抗力 減少對地球暖化的負擔 一片蒼翠茂盛盛的針葉 凌映入眼簾 這些高加索冷山 是歐洲最受歡迎的椰蛋樹種 從樹苗長成大樹 約需九年的時間 最後放進某人家的客廳 增添節慶氣氛 丹麥是歐洲椰蛋樹 最大出口國 每年輸出一千萬顆 主要銷往德國 法國和義大利 近年來業者逐漸意識到 氣候變遷和環境議題 對產業造成的影響 例如早上冬天 或早上冬天 我們也有問題 另一方面 隨著環保意識崛起 消費者越來越在意 椰蛋樹的種植過程 是否使用殺蟲劑 格本哈根大學 於是著手研究不同樹種的基因型 嘗試培育出新混種 讓傳統椰蛋樹更適應暖活的氣溫 甚至能減少對化肥和農藥的需求 壽命更持久 尼爾森嘗試將受歡迎的高加索冷山 混種較罕見的土耳其冷山 這款品種對害蟲的侵擾 展現出較強的抵抗力 既能增加經濟效益 又能提高環保程度 一舉兩得 這項配種實驗的幼苗 已在今年九月展開種植 實驗結果預計會在三年內出爐 公視新聞林少如編譯